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因为从事的行业慢慢衰落 生意利润受到影响 反正赚不到钱 不如索性收拾吧 没钱怎么办?要租屋的 这位男子另辟途径 他就去住老人院 因为老人院租金便宜 商人房一个月只需1700元 而且还包括水电上网伙食 每一日定时定后帮你执房 舒服过住酒店又不用考虑店费集费 他亦都大赞老人院的伙食 有菜有肉分数搭配比合理 就说老人院里面的公公婆婆饭量就跟他差不多 夹肉那时还比他快 他说虽然早餐时间太早自己都赶不及退食 但他跟厨房朋友等厨房留些东西给他吃 更大赞自己的决定英明 小酒40年弯路一步到位 他就经常在自己的抖音帐号那里 分享在老人院的日常生活 他就说自己的生活是非常之平淡 每日就是吃饭、煮剧、打机、吃零食、看女儿 嗯?看女儿? 哇 师兄真识吃啊 他就说自己虽然是没上班 但是他就是靠上网打机赚钱 卖那些游戏装备 而且他也都将自己家的吉房租出去 维持着自己租用老人院的开支 有些网民就说 钱赤蚊包食包住有人清洁他都想去 更加觉得这种生活比起做事 和创业更加轻松是理想中的生活 也都有人说看到商机 要创立专为年轻人的老人院 不过这个商机看来都价价的 因为有不少网民就觉得这条片是非常之假 随时只不过是卖广告 首先现在大陆对这些老人院的需求都很大 一个这样的价钱是没可能被这些年轻人进去住的 因为一定是老人优先的 除非你真的租不到出去才会考虑的 一个这么便宜的老人院怎么会被一个年轻人住住呢 而且人们查到这家老人院新开开了几个月而已 看到有些网民说笑 躺在床上不动行不行 老人院也走出来留言说需要加500元护理费 所以人们都觉得根本就是卖广告做妹 你真是年轻人过去人家都不会收你 这些是做老人生意的嘛 怎会做你年轻人生意呢 而且就算是真也好 通常这些老人院 出出入入都有限制 有门限有门金 老人家都算了 其实年轻人住下去就好像软禁而已 因为类似的故事其实早在去年已经是发生过 去年大陆就有两个女儿 就走去试住老人院 入到去不单止大赞设施很好 还说是神仙生活不想回家 他们片里拍到这个老人院又有独立大床 又大又干净又棋里 而且落地大窗 日照充足 景比日出康城更漂亮 而且也大赞服务好好 早上就有职员送早餐去房间 职员又年轻又帥 每餐四送一汤 那两个女儿还赞食比家和宿舍饭堂 在老人院还可以打麻将唱棋跳舞画画 而且收费只不过一个月三千到四千人民币 他就说包食包住还有帥子时候 快活过神 但是实在有这些服务和设施的老人院 绝对不止三四千 所以90后的退休人士还说一千七元 基本上是九成九广告 不过有些地方真的有年轻人住在老人院 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有一些类似自愿者的服务 即是给那些年轻人你可以用很便宜的租金住在老人院 或者那些老人社区 但是你可能需要照顾他们 或者陪他们聊聊聊聊聊聊 就像大陆杭州有一个养老机构 上年招募一批陪伴者 主要对象就是刚刚投身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只要每个月陪那些老人超过十个钟以上 就可以免费有得住了 这个计划原来一早在2019年 是由当地长者机构率先推行 已经有两批年轻人完成了这个陪伴服务 计划就为期一年 通过面试之后的陪伴者 每个月就只需要给300元人民币管理费 就可以免租入住养老机构的单位 所谓的陪伴就不单止只是限于照顾 老友记就最怕寂寞 当然要陪下老友记 有空吃下饭 闪下步 聊聊聊 具体内容就没有限定 基本上都是自由发挥 即是怎样跟人相处 老友记想怎样相处 都是他们的自由 那位院长就透露 大部分申请者都是大学生 二十多岁左右 他就只是老人院里的老人 陪伴者年龄和夜宣差不多 所以老人都很容易对这些年轻人有好感 毕竟很多老人家都很喜欢有孙子 但由于现实层面的限制 可能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孙子都没有空陪自己 所以有一个跟自己的孙子 差不多年龄的年轻人都会令他们开心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一些做养老服务的团体 都正在走这个模式 首先就是年轻人肯定有住房的需求 你买不起房租不起屋 你都是要住的 难道你睡街吗 这种方式就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住宿 而且也可以在情绪上做到各取所需 一来老人家就怕寂寞 但怕寂寞之余 有不少怕寂寞的老人家都性格内向 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 这帮年轻人就可以做到陪伴的作用 帮他们舒缓情绪 甚至是可以鼓励到这些老人家 慢慢开始接触多一些同龄的老幼记 而对年轻人来说 有很多人其实是离乡别井出去做事 去到异乡刚刚出来投身社会 难免会感到寂寞或者生活受挫 这个时候有一个温柔包容的长辈 也起到慰藉的作用 当然不是你说肯做就做 叫得你陪老人家 难道是随便给你陪吗 要成为这些陪伴者 其实都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 而且每个月都会考核 有一位这些志愿者分享 他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唱棋 晚了回来 就吵到隔离房的老人家 你知道的啦 可能这些老人家一醒就睡不着 虽然他也特意买了水果 跟老人家道歉 那位老友记也不追究 但是机构知道了这件事 也是考核时扣了他分 各位观众 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兴趣住老人院呢?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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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